毕业实习,我被迫与九个黑人运动员在社外酒店同吃同住。等终于逃出来时,我热泪盈眶。我知道自己再也没办法适应国内的男人了。我叫吴梦梦,是A大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。我长得很漂亮,细腰翘臀大长腿,性感撩人,又醇又郁,是天生的油雾,顶级的床扮。 校门口总有开着保时捷、法拉利的男人缠我的身子,诱惑我去喝他们放在车顶上的水。我懂。喝我水就是和我睡。男人有钱就变坏,女人变坏就有钱。女人最容易成功的道路就是临音道。要不要堕落呢?我虽然有过犹豫,但还是守住了底库,没有被物质诱惑成了拜金交瓦。 临毕业的时候,我和摄友沈娜拉都在一家五星级摄外酒店当实习的客房服务员。摄外酒店是专门接待外国人的酒店,你们一定要服从管理,在外宾面前展现我们国家女人的美好形象,不能丢人现眼,影响学校的声誉。 否怎别想顺利毕业?负责就业指导的学生处周灵老师很严肃地嘱咐我们。周灵老师今年快40岁了,还没有结婚。 天天一身古板的黑西服,脖子上永远围着黑色的围巾,不苟言笑,对学生特别严厉,大家背后都称呼他灭绝事态的。 我唯唯诺诺,表示酒店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可是客房经理的第一个任务就让我犯了难。 他让我每天给顶楼住的九个黑人运动员送避孕套。这些黑人运动员是足球俱乐部的外援。 他们身体强壮,精力旺盛,每个人每天都至少要用一盒的避孕套。经理让我记住一定要随时补货,还都是特制的大马套。 不能送小了,否则会被投诉的。作为一个半熟少女,这个工作真的是太羞耻了。 但我又不能拒绝,只能赶鸭子上架,每天都要去顶楼送好几次套。黑人和牲扣一样。 毫无顾忌,毫无隐私观念,喜欢开着门,甚至还在互相比赛。 搞得楼道里鬼哭狼嚎,如同屠宰场一般。 最恶心的是,领头那个叫霍华德的,还喜欢半途偷偷摘下来,搞偷袭。 简直是人渣。 我不敢多看多听,放下套就跑,和受惊的兔子一样。 偏偏这些黑人还总是喜欢捉弄我,经常拦住我,动手动脚。 让我手把手掩饰避孕套的正确佩戴方式。 还扯我的衣服,往我乳罩里面塞美元,让我也和那些女人一样,收钱陪她们欢乐。 我都要被气哭了。 这是,把我当成妓女了吗? 我才不像是那些上门卖的女人一样,不要脸呢。 这些和黑人们胡搞的女人,都是她们从酒吧、夜店带回来的卖肉女。 她们很乐意做黑人的生意,哪怕被折腾的路都走不稳,但和黑人做生意可以收高价的酬劳。 做一晚,休一周都合算。 我们报警吧。 让警方来扫黄。 清除这些不正之风。 不能再让那些妖艳见货把酒店搞得乌烟瘴气了。 沈娜啊,也看不惯这些歪风邪气,所以提出偷偷报警。 警方出动现场抓嫖,九个黑人都被罚了款,归宫、老宝、妓女也都被抓了。 包括酒店也被警告了。 那些黑人终于老实了,我也不用天天送那么多的套了。 我心里很开心,工作时都哼着歌。 这天正赶上我职业班,内线电话响了,是霍华德,马桶堵了, 你来弄一下。 霍华德两米多高,是球队的中锋,也是玩女人最疯狂最狠的。 我没法拒绝,穿着灰色的包臀裙到了她的房间, 一进屋就看到客厅的电视上放着米国的艾薇片, 肉浪翻滚,不堪入目,声嘶力竭。 我低着头到了卫生间蹲下查看马桶。 可刚摆出一个翘起的姿势,就知道自己上当了。 因为马桶根本没堵。 霍华德因笑着闯入了卫生间,在后面贴上了我的身子。 美丽的中国女孩,这个姿势我喜欢。 啊,我被偷袭了。 你放开我。 嘿嘿,放过你怎么可能?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报的警。 现在没有妓女了,只能你来陪我解闷了。 你这是强奸? 是犯罪? 嘿嘿,我玩完了给你钱,不就不算强奸了? 别装了,你们这些女孩来当服务生,不就是为了让客人玩的吗? 混蛋! 流氓! 你放开我! 我不是随便的女人。 我拼命挣扎。 可惜,我娇小的体型,在黑人巨汉的怀里,就像是玩具一样。 根本挣扎不开。 霍华德在国内待了好几年,所以居然连不是随便的人,随便起来不是人都知道。 很快我的头发散了,外衣掉了,内衣扣子飞了,胸罩只有一半挂在身上, 高跟鞋被甩到了客厅,丝袜也是被撕得一条一条。 眼尖就要守不住症洁了。 我流下了屈辱的眼泪。 我只在大二时有过一个男朋友,X经验很少的,根本就承受不住黑人的摧残。 刚裂了怎么办?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,沈娜娜从外面冲了进来。 她狠狠撞开了霍华德,用身体挡住了我,不许欺负我的姐妹。 有什么火力冲我来? 梦梦你先走,我来断后。 她不敢乱来的。 我要和她据理力争。 因为我的口语比你好。 娜娜谢谢你。 我手忙脚乱地跑回了职工宿舍。 沈娜娜说得对,她虽然别的成绩不如我,但是英语口语特别流利。 希望沈娜娜能让霍华德老实吧? 告诉他们,中国女人不都是那么便宜的,也有手身如玉的贞洁烈女。 可是左等右等,沈娜娜都不回来。 不会出事了吧? 一个小时后,实在是放心不下的我正要给沈娜娜打电话询问,手机响了。 这是刚常医院急诊,你是沈娜娜的同学吴梦梦是吧? 我是,沈娜娜怎么了? 她下面大撕裂,还脱缸了。 你来急诊吧,她需要人照顾。 好,我马上去。 霍华德那个畜生,一定是她干的。 我一边跑,一边流着泪,打车去了医院。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,知道沈娜娜一定是遭遇了黑人狂暴风雨一样的摧残。 但在病床上,看到了神情憔悴,披头散发,脸色煞白,大汗淋漓,不论是躺着还是趴着都很难受,只能半跪着的沈娜娜时,还是被震惊了。 这都是替我遭的罪啊。 娜娜,对不起,呜,我们报警,让那个黑人坐牢,呜。 我哭得气不成声,就要拿手机报警。 不要,梦梦不要。 沈娜娜挣扎着阻止我报警。 为什么? 难道不应该让那个畜生受到法律制裁吗? 可要是报警了,大家都知道了,我还怎么做人啊? 还有谁会要一个被黑人玩坏的女孩啊? 沈娜娜哭得气不成声。 我陪着一起哭。 沈娜娜说得没错,她在学校一向是个乖乖女。 她虽然没有我漂亮,但也是美女,不乏追求者的。 却从没有见她交过男朋友。 大家都说,她是大学里比熊猫还要珍贵的处女。 所以,真的不能让她的遭遇被外人知道。 风言风语,冷嘲热讽,真的是能杀死人的。 对不起,都是因为就我你才这样,我要怎么才能弥补你呢? 我们是好姐妹,说什么弥补。 不过要是,要是那个研究生。 沈娜娜吞吐吐吐,欲言又止。 我懂了。 我们现在大四,本科学历,就业并不是很理想。 比如在这种高档社外酒店,只能从服务生干起。 想当领班,至少要硕士学历。 考研很卷,保研是一条容易的道路。 我们班级只有一个保研名额。 按照学分,我是第一,沈娜娜第二。 只有我退出,沈娜娜才能保研。 我退出,保研资格让给你。 我坚定地说,沈娜娜为了我吃了那么多苦,我还有什么犹豫的吗? 那样不是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 沈娜娜在医院住了两天,我替她向周灵老师请的假。 因为这周是课场比赛,霍华德那些黑人去别的城市了,酒店终于安静了。 学校的保研名单也订了,沈娜娜成功保研,我挺替她开心的。 周末的晚上,我和沈娜娜都休班。 她不在宿舍,说是主动去酒店加班了。 我有些惭愧,娜娜真是太敬业了。 现在,她走路还一瘸一拐呢,因为不只是有挫伤,擦伤,撕裂伤,还有妇科炎症。 黑人都是不讲卫生的。 想到这里,我就打算去药店买两瓶妇盐,结给娜娜送去。 刚要出宿舍,就听到沈娜娜床上的手机响了一声,有人给她发信息了。 沈娜娜这是忘记拿手机了,我担心有什么急事,于是拿来了沈娜娜的手机一看,顿时就傻了。 这是一个群的聊天提醒,群的名字叫做魅黑俱乐部。 而沈娜娜,居然就是群主。 群聊记录很多,一条条都是那么的不堪入目。 有黑人的各种狂野照片,隐私特写。 一群魅黑女流言,流口水,想舔平,好想要。 这些魅黑女用最卑贱的态度赞美黑人,说黑人是优等种族,有种族优势。 说本国男人都是一群又穷又矮又丑的丑逼,不配拥有他们。 说他们要是嫁给本国男人,必须要彩礼,要房子,要车。 但要是嫁给黑人的话,什么都不要,即使倒贴彩礼也愿意。 当然,最恶心的就是沈娜娜娜。 他居然把前几天被霍华德蹂躏成藏花败柳的照片,伤处的特写发到了群里。 他幸福地炫耀。 说黑人多么强壮,他是痛病快乐着。 说他之前玩过那么多黑人,但霍华德是最猛的,鼓励其他姐妹有生之年一定要试试黑人运动员。 打篮球的,踢足球的都可以,这些运动员都是黑人中的极品,黑人中的战斗机。 说就算是被这些黑人祸害死了,也死而无害。 此时我才知道我们之前都被沈娜娜骗了。 她哪是什么乖乖女? 她从18岁就开始与黑人鬼混了。 第一次与黑人happy后,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。 终于知道媚黑才是我们女人唯一的道路。 我要穿上黑色的丝袜和高跟鞋,穿上代表我们中国女性的旗袍,臣服于伟大的黑爹。 我要给自己纹上黑桃A的标志,那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。 这是沈娜娜第一次沦陷黑人后写的日记。 现在是她的群签名。 此时我才想起了有一次与沈娜娜洗澡,看到她腰上有一个黑桃A的纹身。 当时我不懂什么意思,此时看到了这个媚黑裙,我才明白了里面的猫腻。 原来这个媚黑俱乐部就是专门崇拜黑人的女人组建的秘密组织。 而加入这个组织是有条件的。 必须是美女,必须免费,必须是真心的。 还必须上传自己和黑人的私密视频。 只有与十个以上黑人交往过的女人,才有资格在腿上纹上黑桃A标志。 三十个以上的,纹在腰间。 五十个以上的,纹在胸口。 九十九个以上的,纹在脖子上。 沈娜娜的纹身在胸口,说明她已经经历过五十个以上的黑人了。 还处女?处女吧?不怕得爱字吗?我气得浑身发抖。 怪不得之前沈娜娜会报警,让警方扫黄,抓走那些与霍华德等人鬼混的皮肉女呢? 原来不是她见不得这些女人出卖身体伤风败俗,而是她觉得伺候黑爹不能要钱。 要钱的代表不虔诚。 必须要赶走这些职业卖的,然后沈娜娜就不要脸的免费现身。 不要任何代价被黑人糟蹋。 就算是被搞到了医院也是甘之如頤。 同时,这个贱人又打着保护我的旗号,骗走我的保研资格。 我再也忍不住了,拿着沈娜娜的手机就冲到了社外酒店的员工宿舍。 一推开门,正看到沈娜娜正与刚刚打完课场比赛回来的霍华德在盘长大战呢。 你这个贱人。 我刚说完,就感觉有人在后面拦腰把我抱起,扔在了另外的空床上。 啊! 我惊悚地发现,此时不大的职工宿舍里,除了霍华德,还有八个健壮的黑人。 他们宁笑着把我包围。 九个黑人。 九皮狼。 九条舌头。 十八只黑手。 一百八十根手指。 二百八十八颗牙齿。 还有十八根。 不敢想了,没时间想了。 不要! 你们不要过来! 放开我,救命啊! 我努力挣扎。 但我一个弱女子,哪里是一群黑人运动员的对手? 人为刀组,我为鱼肉。 我就像是迷途的羔羊,无助又绝望地哭喊。 只是我的眼泪与哀求,换不来同情与怜悯。 换来的,只是更加猛烈的肆虐。 这些牲扣,都是没有人性的。 我越脆弱,他们越兴奋。 还有沈娜娜幸灾乐祸的声音,无梦梦,别挣扎了。 麦克阿瑟将军说过,既然无法反抗,就不如好好享受。 我知道你之前有个男朋友,不过那个是若姬,只有试过了黑人,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。 加入我们媚黑俱乐部吧。 这里才是女人的世外桃源。 我们已经打算向有关部门提建议了,处女必须嫁给黑人,只要被黑人抛弃的女人,玩腻的女人才能便宜本国男人。 只有这样才能改良我们的种族呢。 嘿嘿嘿。 我一边努力挣扎,保护我最后的禁区,不被践踏。 沈娜娜,你自己犯贱为什么要拉着我? 我才不要被这些禽兽糟蹋。 救命啊! 有没有人能救我? 哈哈哈哈,谁会救你啊? 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到的。 就在此时,宿舍的门忽然开了。 酒店经理进来了。 经理救我! 我希望经理可以把我救出火坑。 但是让我意外又愤怒的是,酒店经理却是笑着鼓掌。 好好,玩得这么开心啊。 随便玩。 没有套了随时吩咐,我派人来送。 又轻挑了拍了一下我的屁股,梦梦不错。 有前途。 你长得这么好看,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多挣点外快不是太蠢了。 女人啊,就要想开点。 能躺着挣钱就不要站着挣钱。 好好干,受伤了算工伤。 说完,经理居然就那么走了。 而我再没有了逃脱魔掌的机会。 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,我只能选择了逆来顺受,不再挣扎。 我像是行尸走肉一样任由这些禽兽摆布。 我只提出了两个要求。 第一,要排队,不然我会死的。 第二,必须采用保护措施。 尤其是那个霍华德。 不许半途偷偷摘。 这些黑人浪笑着同意了。 沈娜娜这个贱人则是拿出了一个摄像机要全程录像。 还不忘威胁我,吴梦梦,你要是敢报警的话,我就把这些视频传到网上去。 是外网? 国内警察想扇都扇不掉。 你也不想自己的视频像是百姿、阿娇一样被人欣赏吧。 我今年才22岁。 我遭遇了人生中最痛苦、最煎熬的四小时。 我如同一个玩偶,被肆意地揉捏、玩弄、折磨、揉绫、发泄。 我紧紧咬着嘴唇,咬出了血,但我没有求饶、没有哭泣。 因为我知道那些只会更让这些畜生受性大发。 我的身体忍受着强烈的冲击,如同被刀割、被撕裂、被捣碎。 中间我昏过去两次,又被摇晃着醒来。 最后,当我已经虚脱的时候,折磨终于结束了。 霍华德这些人满足地走了。 把我像是用过的垃圾一样扔在了床上。 没有事后的安慰与温柔。 我的身上一片狼藉。 地上散落着三十多个撕破的塑料小包装。 我的身上伤痕累累,如同被野兽撕扯过。 沈娜娜收起了摄像机,把一件酒店的制服扔在了我的身上。 起来吧,别装死了。 女人不都这样? 矫情什么? 我看你体力不错的,比我还扛造呢。 沈娜娜,我恨你。 你会有报应的。 哈哈哈哈,真搞笑。 吴梦梦我和你说,像你这样的女生,我见多了。 刚开始的时候,说什么自己有洁癖,不喜欢黑人,和圣女似的。 但只要被黑人多滋润几回,就一个个乐不思数,彻底沦陷了。 到时候,你谢我还来不及呢? 感谢我替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 沈娜娜拿着她的手机,你看到我们的组织了吧? 欢迎你加入。 到时候,我带你去纹身。 沈娜娜哼着歌走了。 后来我才知道,沈娜娜建立的那个魅黑群,不只是互相交流魅黑心得,还是一个交易平台。 沈娜娜干的就是拉皮条的生意。 从中抽成。 她既是妓女,又是老宝,真是一专多能的人才。 听说沈娜娜还没毕业,已经有几百万的身家了,已经在室内全款买房了。 但她之所以还要上学,还要保研,根本不是为了学习,而是需要一个女大学生的身份,方便她继续发展魅黑女罢了。 她来设外酒店当客房服务员,就是来发展下线,争取优质客户的。 据说沈娜娜还要组队,等到世界杯的时候,带队出国继续奋战呢。 我当然不会和这样的女人同流合污。 那次被糟蹋后,我请了三天的假休养身体,洗了一天的澡,才洗掉了身上的体位。 我在思索,怎么报仇?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报警,但我又怕那些视频被发到网上去。 不到我受不了,我的父母一样无法承受。 但还没等我想出好办法呢,霍华德那些禽兽又继续骚扰我。 这些黑人肮脏、粗鲁、野蛮,有着牲口一样的受欲。 只要我出现在酒店,不论我在哪,就算是在厕所,他们也会闯进来,肆无忌惮地欺负我。 我根本没法反抗,只能任由摆布。 那一天我职业班,宿舍的灯光足足亮了一宿。 九个黑人,如同走马灯。 第二天,我感到肚子疼,出冷汗,痛苦让我满地打滚。 酒店经理怕出人命,把我送到了医院急救。 我才知道自己被搞出了黄体破裂。 躺在病床上我泪流满面。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 再这样下去,我会死在那些黑人手里的。 可是学校有规定,私自中断实习要被处分。 那么,我想要平安无事,就只有希望那些黑人能滚出酒店。 最好是滚出中国。 滚出银河系。 于是我忍着身体的疼痛,找到了足球俱乐部的领队。 说了霍华德等人糟蹋我的事情,希望俱乐部可以开除这样的禽兽队员。 否则受害的不只是我,可能还有那些不知道他们丑陋嘴脸的女球迷呢。 霍华德那些人,把你睡了? 经理听到我的话,脸色大变。 是,他们都是一群混蛋。 我恨恨地说。 那你怀孕了没有? 没有。 啊? 没怀孕啊? 那不是白睡了。 哎,可惜。 领队一脸的懊恼。 我都听猛逼了。 可惜? 可惜什么? 难道不是可恨该死吗? 领队脸上都是失望,甚至对我恨铁不成钢。 你这个姑娘的肚子怎么这么不争气? 要是你能怀孕的话,以后生下来混血。 具备我们黄种人的敏捷和黑人的爆发力、运动能力,不是最好的球员苗子吗? 简直都可以当外援用了。 哎,遗憾啊。 她走到我的面前,很郑重地告诉我,以后在与这些黑人玩的时候,一定要算好自己的生理期,争取一次就中。 能不用安全措施,就不用安全措施。 你放心,我们每个月都会给这些外援体检的。 他们体位是重了点,但绝对没有艾滋性病。 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玩。 我知道霍华德有时候不喜欢用套,但是威廉姆斯和理查德都是坚持用套的。 以后你要是与这些人玩,可以偷偷把套子用针绰几个洞,这不就行了? 那些老外蠢,好糊弄。 这么说吧,你要是真能生出一个混血儿,你就是中国足球的英雄。 我终于听懂了。 气哭了。 我是被欺负的受害者。 我是来讨一个公道的。 谁要给他们生孩子? 中国足球好不好和我有什么关系? 领队的脸顿时就冷了下来。 公道。 你想要什么公道? 我要把这几个外援都开除。 驱逐出境。 不能让他们一边在中国挣钱,一边祸害我们中国姑娘。 开除? 开什么国际玩笑? 我还指望这几个大爷替我争夺冠军呢? 领队一口回绝。 可我就被白白欺负吗? 我一边抹眼泪,一边质问。 我知道了,你就是来要钱的。 说吧,多少钱能私了? 两万够不够? 这个价格可以了,人不要太贪心。 扫码支付吧,这个不能走工账的。 领队一边掏手机,一边嘟闹, 要不说你这个小姑娘就就是傻呢? 这么高才挣几个钱? 你还是得想办法给那些黑人怀孕。 把孩子生出来要抚养费。 那些黑人都是高薪运动员,身家都是千万美元起步的。 你能赖上一个下半辈子就吃喝不愁了。 那些黑人对我进行的是肉体上的侮辱。 这个领队对我则是进行精神上的侮辱。 她还是我的同胞。 这尤其让我无法忍受。 把我当成什么了? 也是买肉的妓女吗? 我是来要一个公道的。 不是来讨价还价的。 我不要钱。 我在乎的是我的清白。 我不是为了钱出卖身体和灵魂的女人。 我歇斯底里大吼。 切。 装什么蠢啊? 你们这种女人我见多了。 天天围在球星身边献媚,就想着卖身求容, 网上对你们这些女人有一个统一的称呼,叫骨肉皮。 我才不信霍华德惠那些人会强迫你呢? 肯定是你自己主动贴上去的。 我告诉你,这样的事情我摆平多了。 被霍华德搞成公外孕的女球迷也才赔了五万。 你要是贪心不足继续纠缠的话,信不信我告你敲诈? 我们可是有律师的。 领队一脸的冷嘲热讽,把我贬低在了尘埃里。 我掏出了自己的学生证,狠狠砸在了他的面前。 看到没有? 我可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。 可领队看到我的学生证,笑得更加轻蔑。 是A大的? 那更没错了。 你们学校的女生最会玩了。 有个叫沈娜娜的,你认识吗? 连续三年在我们球队当啦啦队云了,太猛了。 把整个更衣室的外援都给睡了一遍。 连课队的都不放过。 嘻嘻,去年有个客队的老黑前锋特别猛,尝尝帽子戏法。 没办法我们把沈娜娜派到对方下榻的酒店里用美人计,一晚上就把那大老黑给吸成了软脚虾。 是我们获胜的大功臣,拿了十万的奖金呢。 我们啦啦队现在还缺人,你来不? 领队说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。 沈娜娜那个贱人原来早就和霍华德等人搞在一起了。 她自己堕落不要紧,还连累了我们整个A大女生的名声。 在俱乐部没有得到公道,还被狠狠地羞辱了。 回到学校,我越想越气。 想报警投鼠忌气。 要是忍了,只会被那些人欺负得越来越狼狈。 特别是沈娜娜。 这个女人比那些黑人还可恨。 怎么给她一个教训呢? 我想起了负责管理我们实习生的周灵老师。 她这么古板,一定很正直,不会允许学校藏屋耐垢,有沈娜娜这么一个寡怜贤痴媚黑女的。 要把沈娜娜开除。 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 想到这里,来到了周灵老师的办公室。 她还是那副严肃的打扮。 黑矿眼镜,黑色职业装,脖子上缠着黑色的围巾。 有什么事? 周老师,因为您教导我们不能影响学校的声誉,所以我是来举报一个败坏学校名声的害群之马。 是谁? 必须要严肃处理。 就是沈娜娜,她在酒店和那些畜生黑人运动员搞在了一起,伤风败俗。 我把沈娜娜的恶行如是说了一遍。 还流着泪讲述了自己被欺负,又被威胁的历史。 不要说了。 周灵老师果然很愤怒,听了一半就拍了桌子。 我以为她马上就要处理沈娜娜,但让我震惊的是,吴孟孟,你思想怎么可以这么狭隘? 亏你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,一点国际视野都没有。 为什么要歧视黑人? 为什么要骂黑人是畜生? 这一点沈娜娜就做得很好。 不愧是宝言的学生。 就是有格局。 我没歧视,是那些黑人太流氓了。 住口! 居然还没认识错误。 还敢狡辩。 黑人天生热情奔放。 他们接近你,那是喜欢你。 你应该尽地主之意。 展示我们中国女人的宽容与博爱。 不就是把你睡了吗? 你是处女吗? 矫情什么? 就算是处女,你也不亏。 还占便宜了呢? 黑人体力多好啊! 你就没事偷着乐、物、乐、物。 周灵老师正极言利涩地训斥我,忽然声音变得断断续续, 鼻音很重,似乎在极力压抑着情绪。 身体在办公椅上扭来扭去的,似乎很痒。 我都听傻了。 赶,赶紧走,你,你多像沈娜啦,学,学习。 好好与黑,黑人相处,不然我不让你,毕业。 周灵老师给我下了逐课令,我已经彻底风中凌乱了。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? 我红着眼圈,扭头刚要走。 周灵老师的办公室在13楼,开着窗户。 忽然外面刮起了风,把周灵老师脖子上围着的黑围巾吹开了。 而我居然在周灵老师的脖子上看到了一个纹身的黑桃A。 原来周灵老师也是一个媚黑女。 还是一个资深的,至少交往过99个黑人的媚黑女。 她根本不是老古董,而是极致的浪荡。 看到我震惊的脸色,周灵老师笑了。 吴梦梦,既然你都知道了,我也不隐瞒了,我年轻时出国留学时被黑人征服了。 我一辈子不会结婚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服务更多的黑人。 黑人那方面很强的,你这样的年轻女孩体会不深,等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知道,他们才是我们的大黑宝贝。 行啊,你走吧。 你要是敢乱说的话,我保证你肯定不能顺利毕业。 其实,这时候我已经被毁三关了。 但还有更加狗血的一幕。 本来周灵老师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。 她的下半身被桌子挡住了,我看不到。 忽然周灵老师嘴里面发出了黑黑黑的夸张笑声。 然后身子似乎被顶开了一样,直接往后翻了下去,来了一个四仰八叉。 我这才注意到,周灵老师上面穿着正统古版的黑色西装,下面却没有穿西服裤子。 而是钉字裤和鱼网丝袜。 而在她的桌子底下,居然一直藏着一个黑人。 正是霍华德。 怪不得刚才周灵老师会忽然很奇怪,声音也断断续续呢? 原来是在和霍华德在做偷鸡摸狗的事情。 真是为人师表。 霍华德冲我一肢牙,露出了三十公分长的黑舌头。 梦梦,一起玩啊。 周灵也索性彻底放开不要脸了。 吴梦梦,霍华德是沈娜啊介绍给我的,这女孩还就是董事啊。 不然,你以为她保研那么容易啊。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,冲出了周灵老师的办公室。 第二天,学校就发布了通知。 居然说我在社外酒店实习的时候,手脚不干净,偷了客人的东西。 我被学校记大过,开除了学籍,没有毕业证和学位证。 报复,下马威。 周灵那个老女人在阴我。 因为我不肯同流河乌,所以她给我身上泼脏水,要毁了我的前途。 我冤枉。 我恨。 可惜,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给自己洗刷清白,还在学校里被人指指点点。 有人冲我吐口水,有人给我贴大字报,说我不要脸,说我是黑人的母狗,说我丢了中国女人的脸。 那个沈娜啊,还贼喊捉贼,说我在酒店里面就是黑人的公交车。 我被逼得走投无路,几次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 就在这时候,我的前男友黄杰找到了我。 黄杰是我大一时交的男朋友。 大一暑假,在漆黑的电影院,我们一起探索人体的秘密。 大一寒假,在学校附近的小旅馆,我完成了从青涩少女到半熟少女的蜕变。 在那些黑人之前,我所有的经验都和黄杰有关。 本来我们感情很好的,但交往了两年后,我们就有了矛盾。 因为他是计算机系的,是一个理工直男,不懂浪漫,不会玩情调。 而我是有少女心的,觉得和他在一起太枯燥,就分手了。 但在我众叛亲离的时候,黄杰来了。 梦梦,我相信你的人品。 你不会是手脚不干净的人,更不会和黑人胡搞。 我还爱你,我们和好吧。 以后我照顾你,不让别人欺负你。 听到黄杰的话,我泪流满面,哭着扑进了黄杰的怀里。 谢谢你相信我,但我真的被那些黑人祸害过,还不止一个,我已经脏了,我配不上你了。 我哭着说了自己的遭遇,不敢报警的原因。 黄杰气得目自欲裂。 梦梦你放心,我会替你报仇的。 报仇的第一步,就是要删除沈娜拉拍摄的那些羞耻视频。 这难不住黄杰。 他是计算系的高材生,还是一个网上的黑客。 黄杰利用木马,入侵了沈娜拉的笔记本电脑,删除了所有的视频。 还把那个魅黑群里面各种毁三观的照片、视频和聊天记录都复制了一份。 然后匿名发到了网上。 舆论哗然。 沈娜拉射死了。 被口诛笔伐,被学校开除了。 学校还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,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。 讽刺的是,主持会议的,就是表面上道貌岸然,其实一肚子难道女昌的周灵老师。 她又是一身古板的打扮,在讲台上大谈,自尊,自爱,洁身自好。 严厉批判沈娜拉,丢人现眼,伤风败俗,害群之马。 大屏幕上还播放着周灵老师做的PPT,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。 下面的学生看得是昏昏欲睡,都不耐烦听这些说教。 但很快,下面的学生都躁动了。 靠!这么刺激吗? 这是周灵老师。 会玩啊。 知人知面不知心。 表面上是灭绝失态,其实是青楼老宝啊。 议论声越来越大。 还有很多学生拿出手机拍照录像的。 安静! 你们在干什么? 周灵老师大喊。 可是她一扭头,脸色顿时就和吃了大便一样难看。 原来黄杰也入侵了她的电脑,把周灵那些丑陋的秘密都曝光了。 再后来,周灵老师被开除了。 听说她和沈娜拉都出国了,专门伺候黑人去了。 后来,一个得了爱资,一个被弄死在了红灯区。 社外酒店被查封了。 经理坐牢了。 霍华德等人也都被抓了。 包括那个领队。 原来她这么纵容外援,是依靠这些外援打假球。 我恢复了学籍,还和黄杰一起保颜了。 我们和好了。 她真的不嫌弃我脏,对我很好。 而我也只会在夜深人静,看着一边熟睡的男友,回想起九个黑人的疯狂。 今来回到夜深人静,你以后能够设了别人静。 我正好好的,会想起到夜深人静。 每个人都被抓了保颜优独立。 你要是乱呲。 你又能够有点。